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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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夫妻 就是不清不楚才叫夫妻 分那么清楚干什么 这是坑人的陷阱 我昨天看到你 你马上说在哪里 你就上当了 你马上就上当了 在电影院 我才没有去的 那你在哪里 我在学校 对对对 我记错了 我是在你学校看到你的 你又叫假大的呢 中文最会用他的话来把你整个的东西套出来 你看那些算命的最好嘛 你爸爸 他才说你爸爸 你说去年晚生了 他说对啊 本来可以多活几年的 可是去年就走了 其实他怎么都不知道吧 你爸爸现在还不错 那表示你们很孝顺哦 他应该两年前就要走了 结果到现在没有走 好夫妻啊 不错 五百 都你说的 他就没说白了 你们几个人进来 他就要请坐 他马上知道谁是主管 谁是部署 因为中文他这个主管部署一定要推一下嘛 他一看就知道你是主管 他就讲 你们几位很有信 在这位贤民的领导之下 他马上就知道 哇 一龙仔的 那什么稀奇 我告诉你 如果命是固定的 那你看他干什么 如果命是不固定的 那你看他干什么 这两句话一问你就知道了嘛 命是看你要不要改变 你要改变他就改变 你不改变他就不改变了 一切是你在决定的 那我先问你 你是要改变还是不改变的 答案是说 你这辈子来就是要改变你的命运了 不然你这辈子就白来了嘛 那既然要来改变了 那你去算干什么呢 我没有反对任何事情 我是告诉你 你自己选择 但是选择的方向 我就很钦佩一个算命的人 我很钦佩 一个人进来 你要干嘛 他说我要跟我爸爸算个命 令尊几岁了 七十了 七十还用算吗 不用算了 走了七十岁 大家都知道了 你问我不如问你爸爸自己 不算 那不算吗 你想干嘛 我想替我小孩算什么命 他几岁啊 十岁 十岁还要算啊 那他以后怎么做人呢 那他慢慢走啊 长大再算 不算 这个我真的了不起 后来我问他 那你算谁呢 他说我算那个临时 有重大的决定的时候 我帮他了解一下就可以 至于说要他讲 五年以后 十年以前 我讲他干什么 没有意思 同时一个人 读义经慢慢的 要把吉凶撇开来 只讲阴阳 你就不得了 我们只重视阴阳的变化 不要去讲吉凶的变化 不要 因为吉凶是你找来的 阴阳那算是天然的 你从阴阳的变化 你来趋吉避凶 而不是专门为了 趋吉避凶而趋吉避凶 你自己心里清楚 这也是联系经理来的 我昨天看到你在哪里 他不回答 他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他马上回答 我只是上街买五仓 马上就抓到了 人是天生本质都很诚实的 我们经常有意无意的 会把我们心中的话 吐露出来 经常会 所以不要随便的 被人家套 这才叫什么 交情的深浅 来决定你讲话的程度 中国人他一向是交情不延伸 不像现在 看到人所有话都讲 其实对你很不利 你随时被人家抓到把柄 然后后面他要做什么 你都不知道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防人之心永远是不可无 害人之心是绝对不可有 我们始终是两句话一起讲的 我昨天看到你 我根本没出门 你没有去买午餐 那不算出门 买了就回家呢 像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东西 经常听到 你昨天三点钟你在做什么 请问你怎么回答才好 我是标准中国人 你可以问我 你昨天下午三点钟 在哪里 在什么 我一点不怕 我只有一套回答 什么事都解决 你试试看 我昨天三点钟 我到底在干什么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 气死是你啊 我不会气死啊 因为你没有权利问我嘛 就这么简单嘛 我很认真问你 我就上当了 我顺便练练身体 我昨天三点钟 这就对了 可是我告诉你 把头摇了摇去 对身体是不好的 我们的头只能上下左右 不可以摇动 大多数人都搞错了 要做颈椎的运动 只能上下左右 因为我们头是最正派的 不能乱动 我们这个方法经常是被误导 真的被误导 因为太多热心的人 他一知半解到处去传播 其实害了很多人 真的害了很多人 嗯 那么 谢谢大家